众所周知 博尔特是这个星球上跑得最快的人 开创了一个时代的他 以史无前例的统治力 完成了奥运会三连冠的唯一 圣牙共获得了19枚金牌 成为了大赛短跑运动员中 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不过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 那对于博尔特来说 哪一场才是他认为最重要的比赛呢 可能会有人说 绝对是柏林市锦赛的比赛 人类的奇迹失刻 也会有人说是伦敦奥运会的五虎争霸 但是如果我说 以上的两个答案都不对的话 你相信吗 事情是这样的 前几天小扒在互联网上遨游的时候 发现了一篇帖子 内容是博尔特最重要的一场比赛 是哪一场 小扒立刻就被吸引住 然后立马就去查资料 结果还真的就被小扒查到了 在2021年的时候 博尔特在迪拜接受采访的时候 就被问到了相同的问题 博尔特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 最终给了一个所有人想不到的答案 他觉得对他最重要的比赛 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百米决赛 因为就是那场比赛 让博尔特一举成为了超级巨星 他的原话翻译过来是这样的 对于我来说 这从来都不是世界纪念 而是胜利 我比赛的主要目标 就是为了获胜 这就是为什么当我快要充现的时候 我会如此庆祝 那就是我最快远的手机 并且我觉得 2008年 是我整个职业生涯中 训练过最艰苦的艺术 上面的这一段话 是博尔特的原话 这么一想 其实北京奥运会的他们 确实是十分高兴的 甚至连鞋带开了都没有注意到 沉浸在庆祝的那一刻 并且后来的他大家也都知道 一家奥运会三破世界 记录三尾金牌 让博尔特彻底成为了 短跑这一领域的王者 开启了他统治的时代 所以说 博尔特将北京奥运会 视为他最重要比赛 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北京奥运会 从某种角度来说 就是他的开端 自然就是他最重要的比赛